-100條Q&A食,100粒燒白! 拍完調教你男人之後,有沒有想著計畫一起煮呢? 感情有沒有更好? 阿Mon的行動力有沒有升級呢? 出鏡子第一晚有沒有收拾? 當然有啦! 沒有啦! 可不可以叫阿Mon拉回不同Version的救護車? 完!完!完! 下一條! D 還要一個女生一個男生的名字 我小時候有想過用一個很老頭的方法去改名字 一個四字的成語,分開兩邊 什麼成語? 有沒有聽過? 長的時候還是沒有那麼堅持,還是到時才算 我覺得是會給她算命師的 之前你也幫朋友的女兒改名字 她不只有 因為想她有自有 但最後她也是叫了另一個名字 因為師傅看完我的名字 就覺得不正確 那我也相信這些東西 我們這個名字也改得不錯 她叫狼君 她看好 但也有她去找算命師 不過她的音是她的 那我們有沒有考慮她的一句閃朋友呢? 其實我一向都有的 但是現在就要各置了或者是優點後一點 我覺得如果現在一個小朋友出生 有一點辛苦 我覺得苦由我們來受訓就夠了 顧點自己先 你們讀哪間中學的大學是怎樣的? 沒有讀大學 不過你讀學校 我讀大學 你會讀大學嗎? 我有的 雖然也不是什麼好的大學 她就見cultural media 不知道什麼 全部東西都玩了 我沒有讀大學 我讀DI visual community 我們幾歲啊 十三歲 我不說 我疼 不准再問這些這麼尷尬的問題 AMON是我第幾個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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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說什麼? AMON是我第幾個男朋友 第四個 第五個 我以為我怎麼知道 我數數 第五個 對不起 我們第幾個 都是四、五個 OK 下一題 ADEE和AMON的關係是怎樣的呢? 黏不黏AMON的呢? ADEE和AMON的關係非常好 每次看到卡羅尼呢 超興奮 她超癡 她超癡 超喜歡她 第三者 ADI和AMON選誰 但我也是她選 全世界 我最愛就是AMON 你是第2 我認識她的女人 我喜歡詩敬的長頭髮 你喜歡頭髮嗎? 長!長!長! 長啊! 試過留很長頭髮呢? 由中學 到這裡 到這裡 很辛苦 但我不會再留那麼長 我會去到這裡就要收手 詩敬是不是脫了脈? 我脫了一顆 大顆 大家看以前的影片 會看到有一顆比較大 你們的影片剪得很好看 多謝 這些字和客戶都做得很好 多謝 請問是誰剪的呢? 是公司剪的 是我們剪的呢? 是我剪的 是 看得到她這麼努力剪的 多謝 請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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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累的 其實是難的 因為從零開始學 最後現在的影片 全部由剪 選音樂 graphic thumbnail 所有都是我剪的 用很多時間 但我每次看到大家讚的時候 真的 真的很霸 看到大家讚的時候 其實都真的很開心 看完之後有人留言說 為什麼這麼短 當然這麼快 我就會很有成果 我慢慢摸索 希望我還會有繼續的進步 想知道你們的藝名是誰 我也是Roy的 我有參與一點點的 我應該也是她 那一開始的時候 是地下情 還是全公消資的呢? 還沒開始的時候 已經全公消資 不是 一開始一起的時候 我們打算是地下情的 因為公司在地下 所以就全公消資了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怎麼知道 看到了 大家不要誤會 我不是真的很高調 我不是站在桌上 教給我 沒有這個 沒有的 我暗地放在桌上 一個知道 全部都知道 而且大家玩得很親密 所以很快就知道了 為什麼會選擇 詩敬和崔健邦 做這個名字呢? 崔健邦 是因為那時候 人們想起崔健邦 就想起 敬歌金曲 所以就用這個名字 為什麼崔健邦 就是想你騙穩 但是我之前的名字叫唐詩敬 可能很容易聯想到 另一半是誰 為什麼詩敬沒有這個唐字呢? 就是因為 本身叫唐詩敬 經常要唸唐詩 寫了任何片給他 都是要硬唸唐詩的 真的很累 所以我就叫回詩敬 大家不用想起唐詩 100毛 是不是我們做過 最長的全職工作呢? 我是 我也是 做了五年了 有什麼令我們留在這間公司 這麼久呢? 真的很開心 那時候你也很小 二十多歲 二十六歲 其他都是二十多歲 全部都是三十以下 大部分 大家都落雅融融 很開心 慢慢一起進步 一起建造很多東西 那個感覺就很棒 我就簡單一點 這裡的好處就是 我覺得他們做事的態度 是有分別的 是會不自覺地 被心機做的那些 那我覺得這件事 是香港比較少公司做的這件事的 哪個同事第一個資格 以及介不介意給老闆同事知道呢? 我也忘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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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介不介意給老闆同事知道呢? 其實我那時候是介意的 我最初都有一點點介意 但我介意的位置是 真的不知道老闆會覺得 你這個鬼拍拖還沒做事 我是不會 我是老闆會覺得是 但老闆自己也是 所以我從來都不會 李坤達 交通給你 我們又不拍了 好 一開始在一發毛的時候 會不會尷尬呢? 那時候是少許 最後的時候跟一切都少許尷尬 拍拖了多久才公開我們的辦公室暖情 一拍拖就公開了 不是 我也有試過想隱瞞一下 我和同事吃飯 抽到你的海底搓手掌 你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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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記得 他自己用 然後他們都已經看出端倪了 因為一開始他追我的時候 我經常都說 你很煩啊 然後一一起 他串我都不出聲 他們就已經感覺到了 嘿嘿 講起都很無心 嘿 那剛剛拍拖的時候 有沒有打算走電話的程度呢? 我從來都沒有想過的 因為紙是包不住火的 他就想啦 因為他之前一直都不喜歡這傢伙 但一開始就 嗯 嘿嘿嘿 是吧? 動穿你 講一下在同一間公司上班 有什麼相處之道 很簡單 公私分明 跟阿芒相處 他真人是不是好像節目 整天來搞雞食事 沒錯 還比平時這麼多 超低質 賺不到你高質的 低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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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試過罵家罵得很僵 甚至有動手的經歷嗎? 有一個磨合期的時候 有罵得很僵 或者是超僵 那時候 都沒有什麼動手 通常你都以為你動手打我 通常我打我 是不是動手 是呀 又來 這些是很好的動手 先看一下 有沒有想差點分手呢? 阿芒相處 我記得好像試過一次 我記得 都不是差點 你說了之後 因為那一陣子 太磨合 她說她的行動是很低的 她一直落地盒 我不知道要等到你什麼時候 而且你都沒有想動的跡象 那時候太不想動了 我又是 不知道自己想怎樣 那我就說個分析 不過幾秒後就後悔了 是 因為我是想要支持 她不支持我 走過去 支持你磨合嗎? 不是呀 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你明白嗎? 我想不通 還要做牛骨子 那會不會冷戰呢? 有冷戰以內 跟誰破壁? 會呀 我不可以叫做冷戰 我只是讓人冷靜一下 我喜歡吵架 吵架 起碼可以知道對方的想法 吵架 吵架 什麼都不知道 兩個人都在心裡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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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是情緒化的吵架 我覺得冷戰會比較好 解決問題 問題就是 情緒化 阿芒如何處理私情的情緒 我的情緒化不可以 我一下子都很開心 對呀 突然會哭 我突然會哭 但不是那種很傷感的 就是 我要哭了 我又說一些句子 死了 我要哭了 好聽 突然就這樣 這種情緒化 不是只有生氣 如何處理 就是自己沒有情緒化 冷靜一點就可以做 我要超級按住自己 拍一條 吵架的時候會怎樣解決 是不是吵架 用爛架就可以回來了 也不是 誰用爛架 小小生氣的 就搞我害怕 等一下笑回來就沒事 現在罵架怎麼解決呢 就是 有一個想法 算了 生氣這麼久沒什麼用 不要浪費時間 就自動過去試好先 抱一下 現在有小生氣 因為以前我用這個方法 大家都要用這個方法 現在我會想啦 而且我覺得很重要的一個位置 是 有什麼感覺 恐怖出來 如果他知道原因 至少他有方法排除 思考一下 這樣你真的會生氣 算了 你生氣嗎 對 對 這句真的很危險 你知道人生氣 你就要檢討一下自己 沒錯 阿Mon有沒有試過發脾氣 有啊 好笑的 我有一個事例 有一次在九龍塘很多人 我一出 我就一支箭 第一個上手電梯 我就走快了兩步 一轉面他就隔了幾個人 然後他生氣了 因為我覺得 想不到他的安全 我們兩個都在街上走 為什麼要分開走呢 你快點就等我 那為什麼不一起走過去呢 然後他那次就發脾氣 然後一支箭就上了火車 最好發脾氣 因為我擔心你又不想知道 然後你又自己覺得很有道理 好甜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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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覺得有點脾氣 會不會切掉他 哈哈哈 師弟下是怎樣稱呼對方呢 我們不如就給我們的電話稱呼 他在我的電話叫一九肥膏 我在他的電話是 全世界最Q賊的傻妹 不是啊 是全世界最Q賊秀的傻妹 我本身是叫自己全世界最Q賊的傻妹 誰知道他又加了七字 然後我再加上修字 大家不要誤會 那個七字不是七字 而是聲音 最Q…的… 好啊 成為幕前情侶一起拍片 節目 大家都會知道 對這個實際情侶的相處 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那個關注到的確是提升了很多 令我有少少受寵人驚 少少壓力 但我們拍片 想大家一起和我們一起開心 怎樣保持愛情的新鮮感 怎樣可以相處這麼久都會有話題 我覺得是習慣一下什麼都跟對方分享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聽那個 就算你沒有興趣你也不要客氣 嘗試了解 就算最後了解不了也沒關係 那新鮮感這件事 你做一下他喜歡做的事 他又做一下你喜歡做的事 做一個簡單的事就行了 我們本來都做的事 你個人有很多意外 我個人有很多難的 這次我上機不會再放大腿 這次會夾到別處的了 會夾到別處的了 會不會夾到 想問一下我們的性格好像很不同 究竟是怎樣磨合的呢 其實真的花了一些時間磨合 剛才我叫他夾燒賣 我要在一個小碟移到大小碟去蒸 一粒一粒的格 因為我怕全部倒出來 因為他不規則這樣彈 我平時一定是一碟素 然後我就會掉出來 他剛才真的有點猛 我用這個動作 用他的謹慎 這樣平衡 所以現在變成平衡 不是衝突 今上大家的優點 有時候提醒一下他的缺點 優點又可以學一下 這樣就慢慢會無合 但我們不是專家 但看看自己 可以覺得我們不對 情侶相處怎樣 才可以像我們這樣無拘無束 坦白一點 最無拘無束的感覺就是 當你有一天 可以在你那裡的情侶 要鼻屎 最令到伴侶尷尬幾次經歷 我有一次跟他出地鐵的時候 有點吵架 通常會一枝前走得很快 然後我們在打電話 然後我們出地鐵 然後就上去 然後誰知道我走錯了方向 我走到牆壁那裡 然後我問他 嗯?牆壁嗎? 然後領回序面的時候 他已經笑了 我又笑了 然後我們就沒有吵架了 其實他也挺好笑的 我想不到 我試過在家裡吵架到 哭了 哭了 好多年前 因為那次真的很委屈 雖然是我遲到 好香 過去了 過去了 沒事 不要 我已經哭了 不要裝我 剛剛做的一件最感動的事是怎樣 其實他每次寫信我都會感動到哭 但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寫信是平時很少說的 對,說得比較深 我看完也很感動的 每一件都要吃一粒 吃了嗎? 到剛才說的沒有吃 我吃了 哪件事認定了對方是可以結婚的對象 我沒想過 蛤? 沒想過其實 就是我沒想過不結婚 應該大家都有基本的能力處理好自己的問題 這個人會不會令你的生活更加多重額 就是我要持續這件事才可以 其實我每次拍拖 我都是用結婚人才看 但是你不合有時候就是不合 但是我們現在都拍了這麼久 都挺合的 當阿Mon想了很久都還沒選好 例如他吃飯 他吃飯 思見又沒了耐性 大家會怎樣處理 有一個方法 我朋友推介給我的 當我們兩個都想不到吃什麼的時候 說一個數字 之後經過了第幾間就去吃 通常吃東西是我比較麻煩 沒錯 因為我不喜歡重複吃同一件東西 即是今次吃完這樣 100粒燒馬 應該半年都不可以吃 跟阿Mon平時會不會做上升 好笑啊這個 不會啊 不是上升 不用啊我平時的生活也是上升 平時一頂上阿Mon的懶惰 我真的頂不住 我說一件正經的事的時候 你跟我認識 很生氣 說完 頂不住 如果我不開心的話 阿Mon會怎樣處理 特別對我好一點 你幫他處理一下身邊 等他有餘力處理才行 很好啊這個 下一條就是求私勁美白方法 叫男朋友曬黑一點 是啊 而且其實我最近已經曬黑了很多 但因為他也曬黑了很多 所以現在我們這樣拍完 你看看我的美白方法 你知不知道還有一個最強勁的美白方法 是什麼 你拍完東方星 東方星一黑就像炭一樣 大家看看 是不是很開心呢 私勁是不是很喜歡迪士尼的 去迪士尼玩會感動到走 是 很喜歡迪士尼 超喜歡 我喜歡的 我夢想可以去全世界的迪士尼 你們有沒有陰暗面 有啊 這樣覺得陰暗面 陰暗面 再陰暗一點 陰暗面 什麼特別題材的節目想拍呢 我目標是可以拍到 電視節目的 旅遊節目和飲食節目 真人秀的我也可以 我覺得體驗也挺有趣 例如試一個職業 做一件裝置 因為我們同時很專心得理 我們會輕鬆一點 我們就可以發揮得好一點 例如旅行食物我都可以 都是體驗一些新的 都是體驗新的 我就會有很多古靈精怪的想法 或者形容得出來了 你有沒有想做主持 都想 我都享受主持的那種 帶動情緒 那種 挺好的 我覺得你做主持 我旅行也可以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有沒有新的東西玩一下 今次吃完燒賣之後 會不會再拍大胃王呢 如果是的話會拍什麼食物呢 我們的食量 是比較吃得多東西的人 有興趣拍大胃王的 我們在籌備中 拍什麼食物 首先要減肥 對 對 有標誌才可以做大胃王 我們要選10個來拍大胃王 OK 其實吃什麼都想 首先我們現在第一樣 大胃王的食物就是 吃了他最愛的燒賣 我們可能會有我們喜歡吃的東西入手 或者吃那些很大的碗 我們可能買5碗米線 然後做做一大碗 然後一起吃一碗 那些超級火鍵米線 對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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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七七八八 可以頂住胃 那我來 我還有 你加入那些 我還有一種問題 對 終於就是最合直路了 因為我們最多人問的問題就是結婚的問題 想好婚紗沒有 沒有 我有想過的 女人一定有想過 我想穿那些 少少沙 然後又長袖 那些古典氣質的那些 結婚會想大排形式 還是簡單單單呢 其實我就是想簡單單單的 我也想簡單單單的 你結婚很累 如果我們結婚會不會請 調教你的男友的兄弟呢 當然會 你不可以離開嗎 儲錢做人請 我會想你怎樣求婚 或者我們想求婚有什麼必要的元素 也有談過的 我必要的元素是什麼 你一定知道 完美啦 點點燈 沒錯 其他還沒想過 想了一百個情境 但到時他一個都不中 我就會很傷心 所以還是不要說 所以我覺得你不要說那麼多 你由他自己發揮 你還是給你壓力另一半 所以也不想著 如果阿Mon用懶忌向她求婚 或者說不嫁 什麼事 我也想過有懶忌 不願意 頭也不回立刻離開 將來如果假定了有結婚的日子 會不會為了結婚而保持健康 做彭於眼的身材 我會瘦 我會嘗試 我覺得你不要瘦太快 因為有時候都在想 有些新郎 新郎 結婚前 原來瘦了 變成另一個人 完全認不到她 我又不太想 因為她一定結完婚 又變成原型 即是我結婚的時候 是另一個人 你可以不要太大的差別 所以你現在開始要維持好 你有沒有想過如果瘦了英俊 你會不會擔心我被別人 不擔心 沒什麼人頂得上這些冷鏡 你們也不會以為很好笑 很多人說好笑的 記住你們 我剛剛跟她認識一個月 我也覺得很好笑 現在真的笑不出來 好 已經來到最後一題 都是大家問得最多的一題 沒錯 也是最後一顆燒馬 我們吃完了 還有一題的問題是什麼 什麼時候結婚啊 什麼時候結婚啊 其實那時候我拍節目的時候 說完 看到她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沒什麼念頭了 當然結婚是一個目標 什麼時候我們不知道的 但是 也有討論過的 大概可能重了居之後 慎重的 所以大家不需要心急 給我們時間 最後的片段就是 其實我們已經不再情婦了 情侶了 羊之婦了 說笑吧 我有想過 如果我們是子象情侶 到時候結婚 可能會改名 要什麼 要夫妻廢片 是廢物那塊 我知道 不需要再解釋了 不好嗎? 多好啊 好啊 希望大家都可以 請給分 現在就好好支持子象情侶 到時候就支持我們夫妻廢片 支持我們夫妻廢片 好難啊 大家給一下這個分 大家留言留言留言 這個解釋有多少分 如果超過9分 我會考慮一下 立刻考慮一下 立刻做夫妻廢片 那立刻要結婚 立刻 如果超過 如果我們的頻道 補了10萬 就立刻結婚 做夫妻廢片 刺八斤 好啊 肯定點給那些人 好啦 那我們這次 就圓滿結束我們 這個100條Q&A 和吃完100粒燒馬 我們真的很飽 希望未來的日子 大家都請多多指教 好好支持我們思想情侶的影片 還有支持我們各自的工作 留意一下我們 記得追蹤我們的Instagram 我們的Instagram在這裡 如果還有什麼問題 沒有回答可能你來留言問一下 對呀 因為上次太多的關係 有些問題真的答不到 都真的 有空記得可以在留言 留多些想法給我們 我們就會拍多些影片給大家看 我們再見 拜拜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訂閱、讚、讚、分享 我們是G張情侶 G張情侶 G張情侶 我偷頂位 很快 很快 我想我半年都不會再燃燒馬 我想我三個月都不會再燃燒馬 問完了 還沒吃完 快點快點 還有還有 要不然還挺 好了 我照我的手 沒吃過 我現在都沒吃過 我不是 我手要拉嗎 你手要拉吧